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奇權報》 又是Marco 跟大家分析市況和《奇權》的策略 Sorry 今天我自己的狀態不太好 可能我明天都會請SickLive Anyway 對你們不會影響 我明天不會做節目 市場方面來講 上個星期五其實有略為提過的 不過可能因為技術性問題沒有聲音 我今天再重複講一次 簡單說 這一條上升趨勢線 基本上全世界早前都是在看這一條趨勢線 在上個星期三跟大家做節目的時候 我都很明確地跟大家說 我不覺得是跌穿這一條上升趨勢線 把握機會要在這個位置做樓底 結果今天最高的上升趨勢線 約六百點 但相反來說 其實上個星期 在這條趨勢線之下來說 其實是騙不少人的 騙不少人的 有很多的求資者 覺得是跌穿的 那我自己憑我自己的技術分析 覺得是不是一個跌穿的狀態 所以總確地在這位判斷 反而是應該要留底 那有很多人在這個位置 覺得是跌穿的情況下來講 搶得很淡 那時候特朗普發生什麼事呢 那時候特朗普就覺得說什麼 中美貿易談判到明年 被總統11月選舉之後 才談其實他都沒有問題的 但是事後來講轉過頭 又說放口封出來 無論中國或者美國 都放口封出來說 中美貿易談判第一階段 朝著一個好的方面發展 就令到市場反而上來 最後就覺得整個市場 突然間就沒有了一回事了 那跌穿這個上升趨勢線這件事呢 就你看現在沒有人講過的 但是之前那個時候在唱什麼 唱著的是 市場有機會堆下去 2萬5千點 有機會頭肩頂成立 向下會出現一個比較深度的調整 但是沒有啊 通常不是做trade的那些 說一下而已 不需要負責任的嘛 說完就算的了 但是我自己那時候就很明確 覺得是不會跌穿 一來我自己的技術方式 還沒正式跌穿 第一個破 第二個點 我自己覺得 嗯 就是有跟開我都知道的了 我非常之看好美股的表現 而我亦都覺得特朗普不是傻的 那中間可能會耍手 但是去到最後 其實他都是不想美股死的 而中美貿易談判 去到最後我覺得 就算不至於談一整都好 他不至於特朗普是會搞禍這件事的 因為那個問題就是說 我不相信特朗普是一個會把中美貿易談判一個這麼好的禮物送給下任總統的人 下一任總統如果是他 就固定好 如果不是他 如果今次這個中美貿易談判 他還沒談得到的話 下一任總統是另一個人的話 這個中美貿易談判這個禮物就給下一個總統去談判了 他絕對不可能會發生這件事 所以基本上我自己的策略來說就覺得一定是逢低級立的了 我自己來說都幾相信是美股你未來都還是會繼續創新高 從而帶動了港股繼續向上的 那當然呢 香港、中國、美國之中三個勢來過 三個市場來說最弱一定是香港股市的了 所以真的要炒 不是要炒香港股市 是要炒美股 但是問題是你要明白 有很多求資者他永遠是寫意取難的 明知是最難炒的了 他都是要向那個市場挑戰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 在港股來說就難炒得來 現在 上個星期三個低位 十二月四個低位 25,960點這個位 是成為一個比較關鍵的支持位 而我覺得 短期來說 難一點向下破這個位 所以策略上來說 Plan A最簡單的 就是如果 高災就暫時這刻無謂了 老實說說 但是如果市場有機會 略為跌了一點點 又未正式對穿兩萬六的 即是 你當大約兩萬六千三樓下這些位置 假設它不會跌穿25960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基本上 你當大約兩萬六千三樓下 遇到少許酒窄 這些位置 逢低吸納去看好 拿回一張call 這個Plan A的策略 Plan B Plan B來說 基本上 全世界正在看一件事 就是 今個星期十五日 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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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上是說 美國向中國加徵關稅的死線 市場上 基本上都預期緊 包括我自己也是 美國在這個死線 特朗普在這個死線之前 就會將這個加徵關稅的死期 延後 取消我覺得還未遲 但at least 會有機會延後 從而發放 這個是一個利好消息 很明顯 從而利好 美國股市 間接性 利好 香港股市 表示從而令香港股市 向上走 這個是我自己的預期 但是 anyway 這個消息還未出 是不是真的出現這個消息 也不知道 萬一 它真的沒有延期 可以很嚴重的 市場可能會突然插一股 比較厲害 也不奇怪 所以我說Plan B Plan A剛才說了 等市場高追無懷 等市場跌少少 26,300樓下 駁它不跌穿25,960 最好26,200樓下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打撤 附近這些位置 再看一些即時表現 這些26,300樓下 附近來說 就找找Longcome Plan A 我講過 Plan B 就是 如果到這個星期五 即是13日 看這個星期二十五日之前 在延期 死線的消息 又未出現的情況下 等消息還未爆 要是爆上又爆下 很明確 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可以駁兩邊 Long 這個就是Plan B 駁兩邊Long 我會選擇做12月份到期的期權 同時間Long Call加Long Put 價外大約是六八點左右 OK 十五月份到期 十五月份到期 就打撥 要是出一個好消息 那時爆上 要是沒有延期到 那時就爆落 OK 隨便中一邊都贏 希望是這樣做 同時間Long Call加Long Put 這個就是Plan B 勉強你有一個Plan C 但我不太建議 那Plan C是什麼呢 那今天來講 市的頂 26664點 是一個很短期的阻力位 那大市來說 你說比較短期少少 就是上面264至266 這些位 是一個很短期的阻力 那Plan C 簡單來說 如果市中一步向上突破26664點的話 就是說 突破當天 最好升村民頭 十分鐘頂 那可以很短線短炒Long Call 將兩個星期到期的期決 Long Call架外四百點去播一播 OK 那但是這個Plan C 我個人不太建議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其實我 講了很久了 基本上我自己覺得 市在中期少少來講 美股是最強的 不斷地破頂 我強調了很久了 所以我經常都跟你求資者說 一定要玩美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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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回報是說 你廣股 可能你要很辛苦 炒速炒入的 整個求資組合 你才贏那幾十個百分比 美股 基本上你躲起來 買一隻股票 當然我搞趕就會推 很輕鬆地這樣坐 就一年賺幾十個百分比 當然 有些求資者 就是 明知這麼容易賺 他都不去收拾 原因就是因為 他不懂美股 但是其實開美股又不是這麼難的 在我們公司有這麼多錢戶口 用金還要比港股 你按個號碼 按下去就買到 很簡單 但是就 沒有啊 有些求資者死後一面頸 那些就沒有辦法 那你說香港股市 因為 我自己覺得 其實中期來說 最強美股 香港股市其實都是上落市價格 OK 上面阻力大約最新去到兩萬七千二左右 下面支持最新去到兩萬六千左右 那我暫時會當它是兩萬六千至兩萬七千二這些 區間游走 上下波動 那如果你說兩萬六千年至兩萬七千二 而這些區間上下波動的話 那其實現在的市去到這些位置 在這個區間 即是那個波動區間的中間位 在一個波動區間中間位的位置 你採取一個追勢向上突破的策略 勝算比較低 那所以我剛才說的Pence 上面阻力短期 兩萬六千六百六十四點 如果升穿 升穿民頭二十分鐘頂 可以考慮 Long Call 加到四百點 which我不是太建議的 但是作為最後的選擇 是因為我覺得現在處於一個波動區間的中間位置 不是太適合去搏 所以最好你有耐性少少 就是Pence A 等我再回少少 Long Call 上去開 Pence B 就是等今個星期五 如果沒有進一步 關於那個某日談判的消息出現 在這些位置 同時Long Call 加Long Put 十二月份到期 交到八點 去搏爆炎 那這兩個選擇會比Pence C好 我自己覺得 今天暫時是和大家說到這麽多 如無意外 今天是星期三 希望我回到來 Wallock 紅症節目 再見大家 今天和大家說到這麽多 多謝大家支持 再見 拜拜